意外消息 上午在台东北南乡 有一名男子手被鞭炮给炸伤了 当时他在家里整理物品 疑似没注意下方堆放的鞭炮 重压后引起了爆炸 造成左手受伤 幸好送医急救 没有生命危险 救护车十万火急将伤患再到医院 只见他意识清楚 手指被包扎了一大包 在消防员的参幅下 竞速就医 伤患躺在病床上 准备进行缝合手术 原来不久前他的手遭到鞭炮炸伤 23号早上台东北南乡丽家村 一名66岁的阿伯 在家中整理物品时 疑似没注意到下方堆放的鞭炮 结果引发爆炸 造成左手受伤 鞭炮在旁边后来就是不小心压 手就压在上面然后可能硬 就刚好火也接触火源这样子 患者自己走出来 手就是有自己用布包的 然后就是有断指这样子 就是食指跟大拇指 消防对货爆飞车抵达现场 幸好这个阿伯送医后并没有生命危险 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记者刘林强台东报道